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现在我们第二天中午的直播时间是中午的一点钟 第二天中午一点钟重播 本来是有报天天读的时间 现在跟有报天天读换了 掉了一个个 所以很多这个施拉呀 听说都是那个时间看电视的 所以要跟他们讲一下 那今天呢 我们请来一位郑培凯老师 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 不过今天请你来啊 不是请你讲中国文化 我想请你讲讲耶鲁文化 咱们郑教授是正经出身耶鲁的 最近你的小师弟吧 你在这个 真是小师弟了 中国网上掀起一万论战呢 这个人叫张磊 然后还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校长 宣布的这个好消息 就说这个张磊啊 他作为我们耶鲁大学 这个管理学院的毕业生 创了毕业生历年捐款的记录 他给这个耶鲁大学捐款 888万8888美金 Dollar 他不是这个历来毕业生捐的最多的 他是历来管理学院毕业生捐的最多的 就这个管理学院毕业生 那美国人领不领这个情啊 这么多8 这个他们明白这个8的意思 不太领这个情 可是他这个学校发言人呢 特别解释了 说这个8字呢 在中国呢 是幸福跟财富的意思 对对对 发发发 发到耶鲁去了 发到耶鲁 所以美国人肯定不明白 完全不懂8是什么意思 美国的出现的数码 通常是999 你买什么东西 9本不是吉利的 为了给你产生个错觉 不要便宜 对对对 你一千块你觉得贵吗 999 9毛9 你觉得是 美国人那个数字啊 迷信的就是少数的 你比如说13 13 那跟基督教有关 对对 是吧 他666 是魔鬼 魔鬼 那也是跟基督教有关的 所以他的迷信是个宗教的迷信 所以这一串8他搞不明白 咱们的迷信呢 是个语音口音的迷信 广东人这来的嘛 888发发发 但是这个张磊呢 他倒不是广东人 他1972年的生人 才38岁吧 今年应该 但是很年轻 看来是一个大大款 大大款呢 但是他没成想 他这一捐款 国内炸了窝了 中国国内 好家伙 这个网民们分成两派 有人就骂的白耳狼 这么多的钱 祖国 别指着我 我没捐款 祖国培养出来一个白耳狼 就这么多钱捐跟美国人 是吧 说美国人对中国不利 你不知道吗 你还加强他 这么为什么不捐给中国 等等 弄的这个 你可以看看这个张磊 咱们看看 你这个小师弟 这张磊 不得不出来 发了一篇文章来解释 你先看看下边 这个中国人民的民意调查 关于这 你看啊 就是民意调查 说认为他是炒作炒作 都是为了打酱油 就是为了吸引眼球的 这个比例也不算高 14.59% 认为他 他自己的钱 想捐给哪个 就捐给哪个 别人管不着的 是占26%点多 认为他捐的好 捐给中国的教育事业 要出问题 这个居然最高 33.51% 第四个 就是认为他 忘恩负义 不爱国的 占25.62% 所以你就说 人家很多人就讲了 就是说 中国人现在都不善于 反共自问了 骂他的人 你自己给你的母校 有没有捐钱 捐了多少 对吧 也有人这么说 但是呢 我看这个张磊啊 本来没想出名吧 大概 我想没有 坐不住了 而且大家对他太好奇了 所以他说我这一下 我不就说了吗 他出来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一发现呢 这人真是个传奇人物 他说我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地方长大 好像是江西 所以当年高考的时候 10万考生啊 他是状元 他们省的 省状元 第一名 本来就很好 考进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金融专业 那个也是很有名的戏 但是他说他当时呢 就是因为这个名好听 实际他也不知道国际金融是什么 就去上了 所以后来他就去耶鲁 他为什么去耶鲁呢 他说那是当时我爸爸妈妈唯一知道的美国名校 这太有名 他上耶鲁 但是他说呢 我为什么捐给这个 学校耶鲁 他有一个理由 值得注意 他说呀 耶鲁管理学院改变了我的一生 这一点都不夸张 我在这里学到的不仅是金融或者企业家精神 还有给予的精神 他说他2005年回到中国 开始他自己的投资基金 以3000万美元起价 现在的总资产已经达到25亿美元 25亿美元 他说他现在是中国最大的独立基金 但是他这个公司的名字 翻译成中文叫什么高龄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随便翻的 英文你可以解释一下 他这个名字叫Hillhouse Hillhouse Capital Hillhouse是什么呢 是耶鲁校园当中一条马路 这条马路很有意思 是前面后面都截断的 可是校长的官邸就在那条路上 很安静的一条路 而且是从科学区到人文区通的这么一条路 所以这很有意思 用了一个人文景点来做他的这个 换句话就是说是 这个是耶鲁的学生都知道 这条路是老早老早在耶鲁校园就有的 校长官邸也在那里 教务长的官邸也在那里 然后他们后来新盖了一个管理学院 管理学院就跟这个连着 换句话就是他可能在读书的时候 就藏在那里 他一走到后头就是这个Hillhouse Avenue 可能是这样 看得出来他对这个耶鲁这个感情很深 甚至他还跟中国网友说 说人家耶鲁帮助你们中国 不是你们中国帮助我们中国 帮助了一百多年了 他讲这个是有道理 所以我一开始他讲是中部的时候 我以为他是湖南人 假如他是湖南人的话 我完全可以理解他这个对耶鲁的感情 因为亚里学院 亚里书院 湘亚医学院 当年耶鲁的最主要的经费 是往湖南放下去的 所以长沙 你问问长沙人 假如他这个年纪够大的话 他都知道解放以前 这个耶鲁在那边培养了多少的人 最好的医学院 就是湖南最好的医学院 是这个亚里医学院 所以人家里 叫湘亚 湘就是湖南 对 人家张磊就有着壮志 他说我是想改变这种单方面的关系 光是人家帮我们 他说我现在要回馈耶鲁 也很特别 但是人家现在就有人说了 说是这个 你知道钱学森 在最后一次发表一个什么谈话的时候 钱学森也讲到过这句话 说他好像是最后到了一个叫加州理工学院 钱学森讲 说我一到这个加州理工学院 我就一下子开窍了 开窍了 他就说以前很多没想到的在这里都讲到了 全是科学最前沿的东西 就毛色顿开 那么有人说赵钱先生这么讲 他原来在国内上的大学 包括他之前上的什么那个麻省理工学院都应该不高兴了 怎么在那就不开窍呢 同样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张磊为什么在耶鲁 他感觉到开窍了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其实耶鲁的教学 他跟这个大多数的所谓的博雅学院 Liberal Arts 像岭南不就是Liberal Arts的吗 他很强调 就是要让用启发的方式让学生开窍 那么老师呢 跟学生的关系呢 要比较密切一点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说这些大教授 什么大师级的 他在开大一的课程 通试课 最最基础的课 他出来教 这个非常重要 现在现在国内很多大学老师一出了名 稍稍出了名了 就不上基本的大学生的课了 而且有一个风气很不好 就以不上基础课为荣 就是说你问那些稍稍出名点的同行 说你现在上什么课 我这个研究生上课 我就带博士生 就是说大学一年的课不上了 这个其实是违反很多世界名牌大学的规律 他们名牌大学把最有名的教授放在一年 就让学生一年级就接受 不是说学生一下子就能学到最高升的学问 而是给他们一种人文的一种学术的起物 他有的是这样 他也不只是说是大一 而是说入门课 你比如说是好 那我假如进入这个商学院 我是进入管理学院 那么我已经算是研究生了 那我研究生也有研究生的入门课 那个入门课呢 一般来讲是最大的 最懂的 这个整个对于这个领域呢 最全面的 而深入的一个教授 他把你引进来 他引的时候呢 不见得他都面面俱到 可是呢他可能在指点上面呢 一下就点到你 你总是聪明的学生吗 一下子 哦 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就开窍 就开窍 还有建立学生对学术的一种崇拜 像我女儿说他上完了一课 然后老师下课了 就拿了个背包这么弯着腰走出去了 就几步路 他说他就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他就走在他后面很不可思议 就是刚上了他的课 你看距离这么近 他都被提包还是破破的 但你知道这种感觉就给 20来岁的学生种下一种憧憬 你知道 这种很重要 这种价值观的憧憬 这是个价值观的 绝对 你像要是像当年 假如我上大学的时候 是听过胡适的课 这对你整个的感召力 其实我后来听他们 就是说有当年听过鲁迅的课 说90%的学生听不懂他说什么 他那个口音 但是不要紧 一辈子忘不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张磊捐888万美元的事 我发现一般聊的方向 都是说中国人你要习惯 对吧 美国的大学自古以来 就是社会捐助办大学 他400年的历史 甚至有人说 说那个哈佛大学 人家说美国有一个 叫什么news的杂志 凭你这个大学排名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你的校友捐助率 比如说哈佛大学 就能达到48% 说是哈佛大学的校友 都捐了138亿美元 甚至我看 我都说有些过分的 说美国据说 有些大学为了排名 把多年没有为母校捐款的校友 直接列为死亡 这肯定有点夸张 但就是说呀 就说这在美国是个传统 可是这次让人惊奇的是 一个中国孩子 居然给美国大学 捐了笔巨款 其实还有别的这个华裔的 这个比较特别 因为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留学 有很多华裔的 后来也捐给他的母校 这也蛮多的 这是个传统 这是一个传统 因为他觉得他整个受教育 他得到启发 他有今天这个成就 有相当大的成分 是跟他整个教育 受教育的过程有关 那么他有的时候 他感激他某个教授 那我感激的什么方法呢 那我希望这个精神 能够再传下去 那我捐款 你可以指定 我这个捐款做什么用 比如像这个张磊 就好像说了 他有一些是属于 China related activities 就是说要跟中国有关的 是吧 那么除了奖学金 或者建校舍 或者是专门说 给管理学院里头发展 他有一些是跟中国有关的 我发现好像很少人提这个 他这个捐款有一个目的 是的 而且人家就讲 为什么刚才调查专门有一项 说捐得好 捐给中国教育会出问题呢 就是人家讲 就是说现在中国 你讲起大学 大家都叹气 这是几乎都成了共识了 为什么会这样 说我这个钱 如果要捐给中国的大学 你想想这张磊原本也是中国大学 人家有些网友说的话 可能有些尖刻吧 就中国大学 有人在网上列的表 各个大学盖校门 盖这个大校门口 有几千万的 有三百万的 盖一个学校大门 我怎么觉得现在至少中国某些大学的这个领导 跟很多那个乡镇企业 或者说地方领导 那个追求什么形象工程 GDP没什么两样 盖大楼 我就说现在怎么 这大学不爱知识了吗 当年你像这个蔡元培 北大 他开门口叫兼容并包 人家指的是知识学术自由 是吗 这个注意力在这儿 现在有的校长 你知道他们讲 中国大学校长 讲说我们学校牛 我们学校要有什么 大师大楼大气 有人说你这个方针 把大楼跟大师 并在一起 并列在一起 其实当年那个清华这个校长 没一起啊 就非常清楚讲 大学者 就是不是有大楼 而是有大师 他讲得很清楚 这是原话 对吧 原话嘛 很有名的话 换句话就说 有没有大楼 不重要 现在的创造性的 把它并置 居然并列 这个也有点奇怪 我是觉得中国大学 真的是有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呢 可能跟他的整个产业化 过程有关 太有关系了 是吧 但是我就是现在在讲 那个启蒙这个字 因为西方的学术界 对中国的禅宗很感兴趣 就顿悟 我们刚才想 你一生啊一个人 你可能读了八个 九个学校 可是在某一个阶段呢 你是被顿悟的 是 前前后后的功劳 其实不应该抹杀的 你没有那些积累 你也不会有那个顿悟 但顿悟那个阶段 对你是决定性的 所以大学里这个阶段 你如果能建立了一种 对学术的信仰 建立了一个 就是说我们很朴素的来讲 我好好做学问 我对自己也好 有功名 对社会也有贡献 建立这么一种价值观呢 其实一生会受用的 是 我们大部分的人呢 我们这个包括像 像他们就是 就开始都学了这个 然后到了社会上呢 渐渐你就发现 不是这么回事 学问做的好的 未见得得到好的报酬 你做了很好的事情 可能还被人批评 那些混混的人 可能得到很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有很多方法 来做调整 有的人呢 可能改变了 我知道后面这样做 合理 那我就转向那边了 有的人呢 表面改变 可是心里还坚持的原来 是 但还有很 有些人呢 就非常理想主义 被人看到有点二的 他照样坚持原来的 那个信仰 但是都是在 慢慢的做这个调整 现在的问题 中国大陆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因为过早的 把这个学术的追求 跟利益结合起来 所以使得最早的 那个纯真的 那个纯真阶段 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 大学生有很多 我现在对他们说 他们要求毕业出去 他又有他选留校 做老师 跟到地方政府的宣传部门 他们都选择去宣传 宣传部门 他那么有前途 他很早就已经看到了 现在不叫考碗吗 考公务员 铁饭碗 又是你前面 那个阶段没有的话 你后面 我觉得这个很麻烦 就是说换句话 就是说这个大学 这个环境 当然是受了社会的影响 大学这个环境 使得年轻人很早熟 而这个早熟 是一个不好的早熟 因为他放弃了他理念 年轻人至少有个理想 是 总有个热情 那我就觉得 现在的大学环境 中国的大学环境 它好像影响了 这些年轻人 让他你不要有理想 你不要有热情 你就是唯利是图 但你要聪明 你要善变 你要跟上形式 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美国 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大本营 可他在学术界 在学校里头 特别是大学里头 很多规矩 对吧 你看整个这个风气 他绝对不是鼓励你 说是唯利是图 你要看赚多少钱 他不是这样的 你说我刚才问郑教授 其实美国大学里的教授 也不见得挣太多钱 那你说他们跟社会上 他们的同学 蓬佩们比 他们心里不平衡吗 他没有太不平衡 他寄托在别的地方 他觉得我的生活 就是可以了 温饱 然后我也有车 也有房子 美国也不是那么贵 你跟现在的中国大城市 比的话 也不是那么贵了 那么我生活稳定 我追求我的理想 我这一生有意义 有价值 我好好的教学 我的学生 那我的学生 也好好的按照我的理想 他们去发展自己 所以我觉得人是这样 你有理想的时候 你讲的话 你就有影响力 因为你相信 对 学生也会相信你 是吧 说到底是个信仰的问题 你还信不信 你自己的这个东西 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信不信 你假如说我大学教授 我什么也不信 我就是骗骗你 我整天出去赚钱去 捞钱去 学生也看得出来 老师都赚钱去了 那就不好了 甚至学生帮老师赚钱 都叫老板 香香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这感谢 这是感恩 是真心的 不是给召唤出来的 是人家自己 是 你比如说 我觉得很多中国学生 包括我在内 我们说感谢老师 感谢母校 是一种似是而非的 模模糊糊的 就大体上怎么应该尊重你的来处 所以就谢谢老师 谢谢母校 可他到底 你比如说 我觉得我谢谢我当年上武汉大学 我跟你说 我这个感谢 你听起来也许很荒唐 我感谢当时的校长刘道玉 教育家 为什么呢 当时他就提出我们搞这个学分制 而且不提倡老师给学生点名 于是我可以不上课 所以我得以看了很多贤书 在大学孕育了我很多想法 所以我很感谢这个 感谢 感谢淘课 对 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当时新闻系 讲老实话 把当年的教材拿来看看 如果老师非得让我们上这个课 我觉得反倒耽误了我 对 你的感谢方法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有的时候想到 我在台湾读大学 我读台湾大学 我非常感谢台大的环境 什么环境呢 那些老师不太教课了 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 那些老师从大陆上到台湾 然后后来心情都很坏 60年代 本来以为要回大陆的 所以都不太教课 然后都拿出老的讲义 可是感谢什么 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就同学好 同学之间的接触 还有台大风气很开放 国民党没有进入校园 控制不了校园 所以我很感谢 只是感谢这个 跟你们有点像 那我想起来 后来我在耶鲁大学读书 我倒是知识上 得了很多很多起发 我倒是蛮感谢耶鲁大学 所以你看 这耶鲁大学是加分的感谢 我们是无为而至的 我们说这 我们现在的底线就是大学 你别给我施加坏影响就好了 但是你看耶鲁 耶鲁人家的感觉是 好像我觉得这张磊 就感觉开了窍 我挺理解张磊讲的 他可能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他后来做的business 也跟耶鲁有关 有点关系 所以长远来说 你说他捐款也是一个投资 但另外一方面 从心灵来讲 他是感谢这个学校给他带来 我现在想起来 我感谢华东师大 我读研究生那个时候 坐在校园里 我到现在还记得 就柳树 你坐在树下 我读西方的那些文论 那些东西 心里非常安静 我们的老师对我们 没有很大的压力 钱先生看了我的第一篇 的那个稿子 就是说 改了六个特别词 从前报发表 你看 钱先生还看 不不不 钱先生 钱先生 钱古柔 钱古柔 是我的老师 改六个特别词